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高興跟黃醫師不出來做討論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我們這個事情 我們研究對中國進入去信用和進門 過去我們都說一些事情 沒有什麼跟我說 就是死的 我記得差不多一年 李宗盛醫師說 差不多一時間 我們要討論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篇最好 今年贏這本 這是一個醫生寫 稍後黃醫師會重生討論 看醫生也正常在看死 所以他的看法 好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要說以前 聽說 聽說 我先講一個故事 這家裡 當舊鄉 是一個海邊的小營 那家裡 經常在喝水 那家裡的古民 大部分都是 拜貓祖 民政信仰 那家裡有幾個紀錄圖 躲在那裡 他們就起一間 有一個 和石經的教育 教育的 教育的旁邊有個紀錄圖 叫做阿西亞 看到教育的證明 他就是教育的證明 他非常慶祝在見拜 但是有事情 沒有事情 然後照個到時候在拜 還有一架 這個寒暬季 因為颱風季節 天在落雨 他就怕淹水 所以就早上告一段時間 這個基督上帝說 看當政府不好再淹水了 他一星期 火在六月 到中途時 他有一個女人 早上告一段時間 他告訴他 阿詩阿詩這個火力很大 我們就要趕快走 不然被吸引到 阿詩說沒關係 我在這裡只要把基督上帝 跟我們保備 所以我們就要有信心 上帝要給我們救 他就怎麼說就不走 那個沒辦法 那個老闆就逃 就算出去了 他就繼續基督上帝立了 他到尾安門時 還有一個火力送進來 就告訴他 阿詩阿詩 這個火水已經不在門口了 就趕快走 甚至說 我現在在上帝的房子 在House of God 一定安全的 不用怕 他怎麼救就不能走 沒辦法 所以我一上的搖搖頭 就算跑了 那天晚上就 就大罪下來 就把整個高等 都衝照去了 阿詩有了 失蹤了 那位 發言說 他是已經安息煮白了 阿詩就在那個 有機會和上帝親近 阿詩就想問 上帝說 阿詩我在那裡 經常給你基督 要求你來給我求 你怎麼有聽到我的基督 上帝說 有了我有聽到 我就派兩個人去給你求 阿你不聽我的話 所以 故事就到這裡為止 OK 現在的言歸正傳 阿詩 現在說 這個 我要做的特徵報告 是這本書 學會代 這是 我們的 學會長 高指定的 阿 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 實在是 很多疑惑的事情 他在說 什麼 說很多 疾病和死亡 但是這本書 不像一般的學會 那樣枯燥和僵硬 他裡面 文字非常順暢 文字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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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有很優雅 治理行間 他非常有地費 和足鼻心 我突然以後 我覺得我 在裡面 學習得很多 醫學地勢 而且 對 人生 生 生 病死 有到 尋常的人物 所以 我認為這是 一本書 職責 大家去看一看 一本書 我現在 就把 我 讀了 的 重點 和心得 作成 PowerPoint 在這裡 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今天發言說 這裡很多醫生 來碰 場 我覺得 浮山革醫生 實在是 以學地勢 成敗 那 他們在這裡的時候 成王成孔 別是立官公頭 正在補大 所以 告訴我 如果說不對 就這樣 得得及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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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Next 現在 我先說 這個 這個作者 作者是 薩爾努南 M.D. 是一個 外科醫生 他是 他人第三代醫病 他人真聰明 他說 他有 過目不忘 他躺野武大學醫學院 人家 比較後 是 教學醫院 在做 住院醫師 拜託 我去嘴裡 我去嘴裡 有嘴 住院醫師 這個時候 他在做 attending 這 聖光 駐禮醫師 在做 駐禮醫師 的時候 他一個人看 玩家 一個人 開桌 有在教學 他有在寫文中 寫文中 一般是寫一些短文 然後 寫一本書 History of Medicine 大部分都是 small short asset 他都在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Time Magazine 發表 寫到一點點 文名出來 在1993年的時候 有一天 有一個publish 砍點給他 找他 要寫 寫一本書 還要定書名 叫做好味道 他 那個人 告訴他 一般 要寫 死亡的人 是 一些 死人 和很高 但是 醫生 其實他們 是 沒有死亡 看 很多死亡 所以 他特別選 他說 你是醫生 也是 有名 很高 所以就叫他 下 他就 成功了 他對這個事 真正 他就把他的 金屬關掉 然後 全 全 在寫一本書 所以 1993年 下 過年 他就 下出來了 1994年 出版後 馬雄就變成 Best Seller 小樓非常好 小營刷 34禮拜 弄到 Best Seller List 他又有得到 National Book of War 本來是 要競選 Presor Prize 結果 全部就是第2名 這個 下這本書 成功後 他就 對於各業的寫作 非常有信心 他 就 我們算是說 下出比做醫生更好 所以 就 就這樣 啊 醫生不要做了 怎麼在下出 之後是 秘夫他們的作家 做作家 之後 我們有去 拍攝 演講 演講 就有哲學道理 所以連美國的哲學家協會 我們有 頒一個 勾美就給他 他 他的 除了這個 這個 哈威大利 這本 有些 哈威勒 還有 還有一個 Art of Aging 還有 比較出名的 是 Lost in America 就是說 第三代移民 在美國 失落的 情形 啊 這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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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剛才一年前 剛才過生 因為 prostate cancer 進步 菜 啊 這本 這個 主要是 用這個 醫生的觀點 來 尋找 這個 死亡的真相 他就把 美國的 六大 失望 原因 心臟病 癌症 中風 老人 痴呆症 意外 死亡 愛死症 一項一項 來描述 國中病的過程 一個到死亡 讓我們知道 死亡的過程 啊我們如果 死亡的時 呃 要走那條路 我們就 心肝 比較不怕 啊 人家又說 我們人都會死 這是自然的定律 啊 我們 到尾後 要好好走 這是 我們要 用心思考的 啊 第一項 是 心臟病 心臟病是 美國 第一號殺手 啊 台北的心臟病 都是 因為這個 啊 啊 啊 血管硬化引起的 冠狀動脈阻塞 啊 這種情形 從 青春期的 有可能發生了 因為 一個 比較久的文獻 在 六十多年前的文獻 就是說 他們 在 美國的 美國電視的病 總共有三百 三百的病 把他們 拿來解剖 解剖 檢測他們的 冠狀動脈 結果他們發現 有七十七%的人 有這個 這個 冠狀動脈 硬化的 現象 啊 他們那個 二十二歲而已 憲笑的時候 就在發生 啊 這 這可能有比較早一點 他說 他們美國人 可能是 他們吃 那些 製造食物 吃得太多了 啊 那一些 血管硬化的 變化是 血管虐臂 有出現 一些 周狀變化 這是一種 inflammatory reaction 就是 發炎 那種 啊 裡面的 成分是 細胞 脂肪 啊 還有 血液致組織 啊 這言文的通俗名 叫做 plug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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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lug這個東西呢 啊 啊 這東西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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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房子七八十年 水公會生存 生存還有一個沉澱屋 這個人的水管 有什麼樣的 沉澱屋越來越座越多時 中間的空間就密比較窄了 窄後慢慢打掉了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Hard Attack Hard Attack的時候 其實是百尾的蓋子落去 然後流在那裡拿掉 把你卡住 就算我們肥就不通 這樣就發生Hard Attack 這些血管硬化的發生原因 有的是高血壓、高血糖、高檔固醇 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當然這是老化現象 我們會發生 然後加分的人更加速發生 有的人跟醫療團有關 這個冠狀動物 阻塞的時候 你把血管收冠的肌肉 就發生缺氧 缺氧的變成心肌壞死 壞死掉 壞死的時候 這個血管的作用 等同他 就是說 心臟停止跳動 這個時候 要做CPR 要急救 送便宜 現在它這麼進步 可以用心臟管 來幫你治療 這個心臟管 就是由手指或改變 可以從一個塑膠管 逆流至心臟 然後由觀狀動物的進口 給你塑膜衣 然後Photoscopy 用X光來塑膠管 對死掉 塑膠管 他在那個島館撐過 然後 他的島館的旁邊 有氣球 不然都會把你拼開 拼開了 拼開了 就把那個stand 這個支架放進去 就keep it open 就這樣 到時候 如果可以用這個島館 滴的時候 這樣事情就解決了 但是用島館 不通的時候 就要 一個open chest open heart 那事情就很大條 他心中 最幸運要打開 然後 就要 他會由腎部、腳、胸部、血管 來取代 來移植 或者 病女 繞道 繞道手術 讓這樣才能夠 救生肌更善的問題 這種急性生肌更善 普通經過急救 有 三十八 三十八到四十八的人 集救 無效 就全死掉了 這款的 這款的 AQ Heart Attack 這個希望是算 說 很孤獨 因為你 沒機會 沒時間 陪你的 家庭 說 說 goodbye 有 即使是 心中 有很多人在幫你祈祥 有 Emergency room doctor 醫師、醫師、醫師 有些人有的 在叫你,但是聽到的人 對你說都是strangers 所以這是一種很孤單的死亡 另外一種心臟病 是叫做 Chronic Heart Failure 慢性心臟 心理衰竭 這個就是 高血壓 高血壓因為你 血壓管的時候 你做心臟 需要用很大的力 去把肥沾出去了 去整身空 所以如果沾沾越大的時候 就變得肥大 你如果肺部有問題 你也是有心臟 也是可以沾沾到肺部裡面 所以你的心臟 心臟肥大的時候 就是 大股全都沒力了 就是比較沒力的是 你會發生心臟衰竭的現象 心臟衰竭 你各位要死的時候 就變成 腺部脊髓 肺部脊髓 就變成 腺部脊髓 慢性感染症 這種是比 逆髓更慘 逆髓是 三五分鐘就死了 但是如果 因為心臟衰竭 可能是幾個月 還是幾個禮拜 這是最偷笑 這是很悲慘的死亡 所以說中風 中風是 美國第三大 死亡的原因 像是心臟病 過世癌症 稍後再講 腦血管 腦血管 硬化 會發生阻塞 和心臟動物 硬化 發生阻塞 一樣 就是 裡面是 膝蓋 蓋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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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臟發生的時候 是 在鬧發生的時候 就是 中風 中風的症狀 就是 看你 腦部對 對一個地方 發生壞事 疾病的地方 的心臟 就發生 功能上的障礙 一般的症狀 是 說話說不出來 還是說話不清楚 眼睛看不清楚 或是說 膝蓋的燈膽和感覚 沒有去 嚴重的是 進入 分明不行 鬧 因為 鬧的 組織 壞食 所以有水腫 腦壓會增高 腦壓增高 和腦幹的壓迫事 所以 腦壓增高 是 你 頭部是 頂的 裡面 壓力增高 沒有在哪裡 所以 頭部跟脊椎 有一個通道 有一個空 叫做 腦壓增高 由它壓下去 中間的 眼腦 中腦 和腦幹 就是 中心腦 都會壓到 這時候 腦幹 在關心 心跳 呼吸 消化 這些功能 這些功能 都沒有 是人力竅竅 中方後 不是 你身體功能 發生病法 然後 你倒掉的時候 沒有在運動 就發生 痰痰病 你 因為肺功能 你 呼吸 比較難 呼吸 所以 肺不可以擴張 免疫力 又降低 所以 引起肺炎 這是 20世紀初期 他沒有抗生素 那時候 以前 中風 他都會 癌到肺炎 之後 很快就死去 那時候 他的學大師 叫做 William Osler 他在說 Pneumonia is friend of old age 是怎麼說 因為 你 到抗生素 很快就死了 不用經過痛苦 就 趕快就 走 說是 Friend of old age 那時候 他說那句話 說得 很快 因為 他 70歲的時候 剛才在1919年 他就 spanish fruit 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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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ish fruit 還有 尤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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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們 抗生素 很痛苦 一只掃 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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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鋒 有的中鋒是非常小 關於 中鋒 掃到 掃到 不然 不然 有 LinkedIn 小中鋒 卻不來 不同 掃到 10% 的 老人 痴台癥 就 是 因為 這個Vascular Stroke 它引起的Vascular Dementia 這是因為Stroke引起的老人磁帶症 現在它發生很進步 所以很多人可以經過Rehabilitation 復健 這就是最多的復原 所以他在說到他的阿嬤 他說接他給的時 他老母有貴姓 他家裡沒有盧主人 他的阿嬤就寒冥大 他的阿嬤和他的阿姨 他的阿嬤看到他的阿嬤 他為一個家經濟充沛的十五人 慢慢衰老到死 他說開始看的是 他走路很有風 到時候看他走路 走路在肚子看著 走路都沒有掉了 走路往來競爛 然後眼睛越來越壞 本來他還可以撐沾 那些東西 那些人都要靠他 都叫他撐沾 人家那些人吹起 就砸了 他從來沒有看醫生的 說他沒有病 其實他現在想起來 覺得他有些毛病 因為那時候 他經常在搶他阿嬤的腳 那時候想起來 他手上刺到肉 那是一招很大招 那是一招 那是一招 他現在想起 他有心臟有毛病 腳也這樣敗著敗著 標示 他有 阿斯拉伊迪 關節炎 如果他有97歲是Stroke 然後是Pneumonia 第一病又沒有死 又回復 但是過過日後再發就已經過世了 他的醫生就跟西方證書說 他是Dive from Stroke和Pneumonia 但是這個Nunan作者 他在那裡說 他都不要打拼 他應該是Dive from Natural Death 他認為說 97歲的What else do you expect 當然是要死 這是世代交替的自然現象 但是很多美國醫生都知道 西方證書就不能這樣 It's Illegal to Die from Natural Death 第一就是要死 做甘點模擬 接下來說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 這是Dr.Alzheimer 這是奧地利的醫生 1907年發展 一段時間 在歐洲發展 美國其實當時 美國的醫學是非常濃厚的 在二十世紀初是很濃厚的 大部分美國人 如果說要去 做醫生要學更厲害的 都要去歐洲留學 那當時 剛才是歐洲 在德國發展高倍行為症 那當時 他做Alzheimer 比較有辦法把 一根 他所看的 Alzheimer的病人 吸掉 把他們做解剖 然後用 顯微鏡 看腦部的病變 有很特殊的病變 所以確定 Alzheimer的病人 這個病變 到現在經過百多年 到現在還不知道 他發病的原因 這是治療的方法 跟要怎麼預防 到現在都不知道 這病人的症狀 這是病人的 失去記憶 學習能力 判斷力 這都熟悉了 然後需要人照顧 這情況會越來越惡化 這些人都比較老 當然是他們 中間看到有人會死 因為 新冠病死掉 或是說Stroke死掉 南部是 他們會被退化 到被植物人 最悲了悲了 如果還吃得很老 是因為尿道炎 肺炎 或是敗血症 敗血症 敗血症很多是因為入創 你倒掉的時候 就死了 那裡有細菌感染 那會是全身 敗血症全死去 老人痴呆症 通常是沒有辦法 沒有什麼治病的方法 沒有辦法治 所以有一些 近視痴呆症的病 我們就要分辨出來 因為有一些病是可以治的 比如說 郵遺症 如果郵遺症的人 有顯現老人痴呆症狀 所以如果用藥 抵抵這個郵遺症 就好 因爲藥 worden 像郵遺症的人 你再用藥 你治癌症的藥 可讓你變成癡症的現象 所以你是需要改喉 二性貧血 B-12 deficiency 缺B-12的是用B-12把它抵 人家甲狀腺不足 你就用甲狀腺把它抵就好了 腦瘤還是腦血塊 腦袋頭頭上瘋到 就變成老人癡呆 其實有可能是頭腹裡面有血塊 你這種情形 你就要開刀 血塊拿掉就水好去了 這個腦部 這個Alzheimer病人 你如果做autopsi 檢查的是剛才有說的 有特殊的病理變化 這裡有一個fibrillary tangles 就是腦細胞退化到內地 細胞內地有纖維交產 然後有一個aminoid degeneration 它叫做C9 plug 然後頭腦裡面的neurotransmitter 叫做acetylcholine的檢查 現在有人 老人癡呆症 有人讓椰子吃這個 可以增加acetylcholine的椰子 當然那也不是減輕它的症狀 但是多少有幫助 對這種病人的照顧 主要主要是nothing care 當然是有family support family跟朋友的support 這是結束好的 朋友本身也沒有感覺 對這個family來說 這是很大的負擔 精神上、經濟上都是很大的負擔 對朋友來說 這是非常不尊嚴的生活 現在是說要記一個alzheimer的病例 這是jana和feel的故事 jana二十倍是寄給feel 雙方很漂亮 雙方很遠 兩個是差不多是神仙伴侶 兩個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他們有三個孩子 四十年以後 大家都成家立業 大家都很好笑 最後六十四歲是退休 退休前幾年 Janette覺得他們有兩點改變 第一點她演過很愛看 很愛看齊、看部署 最近就變成說 都沒有家裡了 第二點她演過是非常耐心的一個人 高飛就算脾氣比較暴躁 有一個Janette 邀請一對朋友來吃晚餐 她就兩對洋公司 兩個有說有笑 說得很高興 大家都吃得愉快 結果Jana在那裡回味的朋友 來做吃飯的情形 在那裡還沒說事情 她都不會忘記了 她覺得有一點奇怪 有一個Janette說出去商品 幾個小時比較回來 這個Janette說出去商品 這個Janette說出去商品 幾個小時比較回來 這個Janette說出去商品 幾個小時比較回來 這個Janette說出去商品 發脾氣說 有一個Janette說 有一個Janette說 他Janette說 他已經死去當年了 他覺得這個事件 真的有一點不對勁 最後有幾個 這個Fill 罵到的精神 對他的母親 他就這樣咆哮 說你是什麼人 在外面穿上 什麼時候 兄弟也可以睡著 就把他打出去 沒辦法 Janette就在家裡睡 怎麼睡下去 就在望著天花板 睡著眉 看著眉 這個Fill 他翻一個身 他在呼呼大睡 結果Janette問他 他想問他 他附近 他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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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我附近 沒有精神 這個時候 Janette 比較知道 事情很大 我就拿他去看醫生 醫生 問他看一看 他聽說 他有Alzheimer 開始的時候 Janet在家裡跟他照顧 他幾年後症狀惡化跟他無法控制 所以就把他送他鬧心痕 鬧心痕他開始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叫他是一個鬧心痕的院長 剛才有人說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都會跟他交話開始 有時候還會對 Janet說 他演過幾十年裡面 有時候會問你 有時候會問你 You are so beautiful, I love you 但是開始幾年 到最後就都不知道人 都都忘記了 因為大小便到我比較嚴重的是大小便失禁 常常要讓蠔酬整個國 北京都在那裡侵蝕 在那裡侵蝕 這在那裡是 英國家政府專業的一個人 在那裡房子這樣 這實在是他如果知道 也覺得自己知道政府專業的事情 那兩家在那裡侵蝕 那就是一家在那裡侵蝕 他就在那裡侵蝕 他就在那裡侵蝕 跟我的外侵蝕 跟百地侵蝕 也是兩隻腳在那裡侵蝕 那裡侵蝕 跟我的外侵蝕 就是要把百地侵蝕 跟他们建立 有一隻 他還要靠近 讓他走路 在那裡侵蝕 跟他走路 然後就全過世了 這是一個 這個Alzheimer 就很悲慘的故事 現在說失敗的死亡 我們知道 觀察不是 這低老人是低死人的 不要說年輕就不會死 年輕人 當然他比較不會打拼 比較不會打拼 就是你要注意 不要發生意外 很多年輕人就是 四十五歲以下的少年人 像這個 Leading Cause of Death 就是這個 Accident of Death 每年美國有十五萬人 因為Accident死去 像這個Accident是 是一個 恰好人 恰好一半是因為吃酒醉 美國這個 槍殺案也很多 美國的槍殺是英國的七杯 這是怎樣是 因為美國的憲法 他們規定美國的公民有 Bear Arms的管理 所以很多人有請 要用比較方便 今天有一個Jim Brady Law Jim Brady Law 就是說你要請以前要 背景檢查 要差不多等一星期 才可以買請 但是雖然這樣 可能有延避 他的槍殺案也是繼續發生 今天的Accident Death 有一個 自三十二十歲 或是讓他頂到 所以說一個 這個Accident的例 一個英國的探險家 叫做David Livingstone 他在157年 他本來叫做Missionary Travel Missionary Travel and Research in South Africa 他聲稱他一百四十四年 是三十歲 他去回舊做醫療傳道 有一個他們的隊伍 醫療傳道的隊伍 遇到塞子 他叫做他是他人 他要去跟塞子 要把塞子搬塞 然後又用穿 拐一拐 稍微拐一拐 塞子就蓋了一拐 塞子就蓋了一拐上去 把Lap Arm把它抬掉 隨身的土著就蓋了一拐 拐一拐幾拐 塞子就蓋了一拐 把小孩撞到 都蓋了一拐 Davidson就這樣保住一命 但是檢查之後 左邊的骨骼脆裂 脊肉也都撕裂了 經過兩位之後 療傷和恢復 他在教會社會議錄 他回憶當時 他說讓塞子搬塞 是不會痛 也不會怕 我們作者 Dr.Nurland 他解釋說 那個東西在危機的時候 我們人們都會release 這種chemical morphin-like substance 是endorphins 這種東西讓你不會痛 還不怕 還不怕 說愛死病 這個愛死病其實是百多年前在飛鳥 就已經開始發生 但是那時候沒有人注意 人們知道是一種很厲害的怪病人的死 一直到1981年 美國衛生當局 開始主要病 因為很多年輕人中 每天都發生了 整天都發病 不得到Tipoclerosis Pneumonia 不得到Cancel 到時候就都這樣 比較複敵 被人家做銷售 然後全死去 所以 他們開始追蹤調查 發言說是很多是通信鏈 還有 Iv drug user 因為通信鏈的很多 所以通信鏈 因為 政體社會比較大 所以 他就 獨處政府 用很多錢去研究 研究 到底這是什麼 很方便 各位已經記了 我發言說 我們是一種 HIV virus 攻擊人的 一種 immune system HIV virus 代表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i.e. 荷蘭化生 AIDS AIDS 就是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HIV virus 攻擊 一種 RNA virus RNA virus 它很需要 接觸到 T-cell T-cell是 我們人的 防疫系統 淋巴球 是其中 最強的 防疫系統之一 淋巴球 都是T-cell T-cell 更是主力 T-cell 它在外面有一個 C-D-4 receptor HIV virus 很需要 接觸到 C-D-4 receptor 上面 接觸到 外衣 脫掉 靜置 C-D-4 C-D-4 cells 裡面 在那裡 它再把 搖身一變 RNA 變成DNA 然後DNA 再給它 一個細胞核 裡面 再跟我們細胞核 的DNA 結合 然後 在那裡 replicate 你要防止 它會讓 T-cell 變成DISABLE 人的身體 很多T-cell 變成DISABLE 是人的 防疫系統 失去 身體 百病公生 它會這樣 死去 HIV virus 一個傳染的方法 第一是 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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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 其中是HOMO SEXUAL 其中是HEDO SEXUAL HOMO SEXUAL 比較容易發現HEDO SEXUAL 另一種就是BODY-FLUAL 的交換 你 輸血時 別人有 contaminate 的肺 把他輸進去 就丟到 還是說你 小年度 你用尖 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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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感染 另外一種就是MODEL TO BABY 老母會經過胎盤傳染給BABY 一般感染後一個身體會發生Antibody 是用抗體 抗體會把這個身體裡面的HIV virus把它壓制下來 所以這個HIV infection的人頭三年五年都沒有什麼症狀 因為人們覺得很和諧 要再盡用 就是你過那個時候之後 到最後你的CD4 cells 會減少的是 減少到很多 你都沒有Defense 外面的感染就是這次 這CD4 cells 是這個MODEL的一個HIV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抽到檢查 抽到檢查說你CD4 cells 這CD4還是叫做T cells 正常人是八百塊錢 甚至CD4 cells 你若減少到三百 是你開始發病 嘴裡面會生白色黴菌 這個叫做Slush 這個CD4 cells 減少到小雨兩百 會發生HERPICS 或是跟陰道黴菌感染 全身膚的發炎 像肺結核 肺炎 健身蟲病 以前像這個CD4 cells 就是發生HERPICS 就是肺囊蟲病 現在因為它用油的比較發達 所以現在這種病病比較少 這種肺炎 這種病最具摧毀性 病人每個人都來 就是T病最多 T病它的發生率 在比一般普通人多五百倍 它還用它發生Lymphoma 那是淋巴癌 淋巴癌的發生率是一般人的一千倍 然後會發生腦膜炎 黴菌感染 全身感染 腎臟、心臟肝 這些功能都會比較退伐 腦部有痴呆的現象 尤其是會發生腦部的 叫做Toxoplasmosis 腦部有基層症病 有神經症狀更厲害 這要一個病例 我先時間的關閉 這個SKIP 所以說癌症 癌症是我們身體 隨時都有些細胞分裂 因為新陳代謝 你老的細胞就要讓新的細胞取代 這些分類中間 經常會有不正常的細胞產生出來 這些不正常的細胞 你身體有防疫系統 你如果看你不正常的細胞 會把它去除掉 但是你如果防疫系統不趁直 就讓它舒服過去 不正常的細胞 通常是未成熟的細胞 讓它繼續增生 到最後它就變成癌症 癌症 所以它是有一個名字 叫做無生的殺手 因為開始的時候 你沒有發展到 但發展的時候 經常就賣福了 治癌的因子 是吃分、吃酒、太胖、太胖 或是胎 吃太紅肉 這有些不好 然後人家有病毒 人家有病毒 人家主要是說 Hepatitis B和C 會發生肝癌 人家有放射線 或是說污染 基因上的缺陷 或是免疫的不足 大家都知道 癌症不僅居部的侵略 居部的主器官 會順著血管和淋巴 轉移到身體的其他的地方 肌部器官或是多器官破壞 或器官失能 如果消波及到消化大 但不一定波及到 有時候 像你腦瘤 沒有波及消化大 也會發生食育不振的現象 因為癌症本身 它的分泌是喇喇 讓你發生 這種原因就是 你中癌 你就是食育不振 營養不良 他們都很散 肺炎 尿道炎 還有白血症 也有失望 現在現代進步 可以早期治療 早期發現 當然治療方法還要進步 現在癌症 五年存活率 所以 這本車是說五十% 其實 我現在看現代問題 好像有 差不多六十六% 三分之二 所以就癌症 癌症也不是說 是最終的 是最終的 他還很有機會 現在說 我先過分 說最後聖誕節 這個 Bob Demarty是 Dr.Nunan的病人 他是四十幾歲的律師 他第一次開桌 是大腸癌 是結腸癌 已經都開了 開桌 之後 他盡量把藥拿掉 接下來 又把他化療 但是 他追蹤後 他發現說 他的藥 還在他 從北斗來 他又生出來 人家又突然在 關 突然在關 他檢查 檢查那個關 已經 六五下五三 關病很大 那時候 他就跟病人說 已經 已經不救了 就跟他說 你要準備 失望 這個病人 就有接受 他就說 好了 就這樣就不用救了 就不再繼續做 這個 集結治療 那時候 我剛才 到 Christmas 在搞 他們家 當年 都在開 Christmas Party 那時候 他們太太 來跟他說 我們 在死 是不是 這便要出銷了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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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繼續 照開 那些 Christmas Party 的時候 他就忍痛 要吃雞蛋 然後 跟他們交代 他們的客人 交代 跟大家都很高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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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一個人 一個人 道別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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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住 前 我們要死 我們要死 然後 他就 住在 安寧醫療 病房 然後 他就 做 摩訓 做 tranquilizers 不然 他覺得 有人 比較鬆 在安靜 說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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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 跟他太太 跟他女兒 把他 摩訓 他說 You have to tell me It's okay to die 因為他實際 真的不敢 但是 他們 當然是 他說 他說 他做 人家比較便宜 比較安靜 接著 他就在家人圍繞中 過世了 他自己 他是一個 Charles Dixon 的 朋友 為 Charles Dixon 他的妻子 這幾位 來 客裏的 門外 他就說 他總是說 他知道 如何 保持 聖誕 好 所以 我們說 希望是否有痛苦 William Oster 我們前面有說 他是一個 十十世紀初期的 一個 世界以後的管理 他創設 Jones Hopkins 他創設 Jones Hopkins 他創設 用 德國的 德國的 德國的制度 那當時 二十世紀初期 美國的 威嚇 不算發展 所以 他創設 德國的制度 變成 美國的 Model 他還創設 他還創設 主營儀式 的制度 他就認為 我們 要訓練醫生 要 相當的 經驗 所以 我們 他學生的時候 三年 在我們台灣 是五年 五年開始 你就要親身去看別人 跟別人說話 做歷史 和歷史 親身有經驗 來訓練醫生 這個制度 到現在 全世界都在學 所以 他對那裡 很貢獻的一個人 他在 1900年 在 Harvard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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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描述說他們希望以前大家都在那些wondering 彷徨未定 unconscious and unconcerned 不知覺也無所謂 但是我們的作者Dr. Noonan 他打臉說 其實所有的病人都有痛過 除非在sudden death 即是sudden cardiac death 你放著一聲去就不痛苦 但是其他那邊 譬如說你有cancer 也要經過皮膚治療 或是化療等等 都要經過痛苦的過程 然後到尾了 尾了尾了尾了 迷你中間 你吸引前你的身體 會釋出endorphin 這種morphin-like substance 讓你沒有痛苦 比較難、比較安詳 所以他就說 他的病例 很可能是 很多都是到死亡末期的時 比較住院的 他是這樣解釋 所以結論就是說 大部分的病例 都會經過通過過程 但是到尾了 要死於迷你 的時候 是沒有通過的 邊死的經驗 我們很多人可能會有一個好奇心 說 我們將來 我們要走的時候 是不是會經過什麼樣的過程 這個Dr.Rin 一個心理學家 他就做一個研究 他去問一些 他已經去過門關 去探一個頭 還回家的人 來問說 你們有看到什麼 你們的印象 他問一百控制的人 裡面有 沒有到一半 四十九的人 有中度跟深度的 那個 邊死的經驗 他就把這些 他們的記憶 他們把他寫下來 然後做一個 歸納 歸納的結果 就是說 很多經驗到的 事情就是 他們感到和平 感覺愉快 就是 Sense of Wellbeing 肉體跟精神分離 或是說 驚濟歐納中 或是看到人肉鎮濟歐納裡面 一些比較少的經驗 就是 看到一生 一生裡面的精力 還可以像電靈倒帶 一幕一幕重現 或是看到 希望現場的情形 或是看到親人 然後決定還可以回家 這個 Dr.Nunan 他的解說 這個病死經驗的現象 他純粹是 為醫學的觀點 來解說 他說 這是 因為腦部 Release Endorphins 這是 Morphin-like substance 讓你 Endorphins 讓你有 Euforia Filling Peace 和Sense of Wellbeing 這是因為 Endorphins的關係 然後 因為 恐懼的時候 讓你發生 這個 Helucinatory effect 然後 有一個 人格解禮 叫 Depersonalization 這是 心理的防禦機制 這是 心理的防禦機制 然後 有說 因為 腦部缺氧 當你腦部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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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y Bridgeman 他是哈佛大學的教授 他 是 high pressure physics 給他獲得 Nobel Prize 陳明明明 你覺得嗎 OK Anyway 他 可能早 1946年 他獲得Nobel Prize 1949年 他獲得Nobel Prize 已經到末期了 末期 末期 他找醫生說 因為很疼 找醫生看 有辦法幫他幫忙 醫生就說 No 沒辦法幫他做什麼 所以 那些人 就自己處理了 他在8月20號 1961年 就把他 整四人的注重 都做7個馬鈴 把他index 目錄都很好 政理理 整個都嚇到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然後就舉槍自殺 然後他留了一個紙 他說 這個社會不應該 讓一個人做 自己做那件事 可能 今天是 三個 我有靈力 自己這樣做而已 這個事情 引起 那時候 社會的震撼 大家都在討論 是不是應該 立法 幫助人 有人摧擾 是要有 安樂死的法論 這當然是 一個 Pro-life 和Pro-choice 的 debate 永遠也是 沒完沒了 都說不算 都一定是 沒有結論 因為 現在 世界上 有 安樂死的國家 有 一個 法律的 荷蘭 比利斯 阿巴尼亞 在美國 五月中 有 安樂死的規定 法律 有 有 華盛頓、歐盟、 范臺南、 New Mexico 有一個 Handlock Society 這是 美國一個 社會 提供 資訊 幫助人 主殺 還有 勾取立法 讓人安樂死的管理 根本就是 顧祖佑 而言他 都不敢說 人家說 永遠篇裡面 說 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之以 連死的 學員 一、二、三、四 那死 就不敢說 說到死 大家都走到死 像 你要住四樓 也沒有人要住 如果 路關要住房間 可能沒有一個 四百四十四樓 那你如果說 送人 送人 送禮、送四樓 會不會死 就 柯文哲那時候 人家沒有送一個四樓 就這樣 不是有問題 台灣竟然 給這個 主教文化的影響 不敢說死 怕死 他說 生前 要利益主 要利益主 或是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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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如果 重病的時候 要插管 不插管 餵食 餵食 那些 如果要叫他 我去死 你要救救我去死 所以 這很難創 就是因為 關鍵的問題 就 就不敢說 那些事情 台灣 葉克膜的使用力 是世界最高的 因為 很多人 都不敢 雖然 打拼 不知道的人 也是 維持生命 用葉克膜 去維持 這是 對醫療主義 是很大的浪費 西方 西方 他們很開放 這 後面 後馬 也是 希臘 那些 河馬史詩 那些人 他寫說 這個人類 就像 柴子一樣 你這代 如果 枝葉繁盛的時 正一代 就是已經凋落枯萎了 法國的哲學家 Demontane 他說 你的思夢是 有到 相台的一部分 他一篇文中 就是 研究哲學 就是 學習思夢 他說 我們要 為別人 像別人 為別人 為我們 英國的時 Tenningsen說 老人 都要死 不然 世界 就被腐敗了 那這樣就是 歷史的 又在從嚴而已 那 莎士比亞 他透過 scissor 他有一個 reflection 他說 希臘是 必然的結果 他該來的時候 就該來 這個 英國的 開國元宣 Tom Jefferson 那時候七十八歲 他消費 給他的老朋友 七十歲 張艾蘭 他說 希臘有成熟的時 我們那時候 要 要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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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這 結論 西方 西方的時尚 對這個 西方的態度 是比較開放的 但是 東方的時尚 因為儒家思想的影響 這個 比較保守 比較保守 不敢說死 但是 西方的思想 算是 應該是 世界潮流 這 西方是 出生是偶然的 死方是必然 這是 因為 出生的時候 你在受孕的時候 一邊有五千萬架 Sperm 你在追逐一個 惡劇的時候 你想想有辦法 你這個人 你這個Sperm 可以先得標 那也是重視的 不是說你受得緊 還是因為 你可能是因為 你玩得緊 所以 分證是 五千萬 這個 G1率 實在是 非常偶然的 你告訴我 如果 另外 那隻Sperm 去得標 去中標 那就是 算是你的brother 得標 但是你的brother 如果有他的 就不利 你就沒有機會 所以 所以 我想說 這是 你的出生 實在是很偶然 如果 你可能 百年以後 你就 希望 是必然的 我們了解 我們 來地球 我們是 來一百年 甚至於更短 那是一個過客 有時候 總是要離開 我們到時候 就 手一棒 放下一切 什麼功名利路 都住不住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 監禁計較 孫子兵法 有幾位 志於實地而後生 意思就是 我們人 結局都會死 我們 激發 對生命的珍惜 鐵匪 生命美好 跟隔壇 把握當下 好好的過程 話 倫理有幾位 衛之生 焉之死 我們應該改成 衛之死 焉之生 這幾位 才是 很有地匪的 這是 柯文哲說出來 但是 柯文哲不是 他的首創 他說 李電費給他 李電費給他說 衛之死 焉之生 這我覺得非常高 就是說 我們會 人物死亡 待會去 數個人生 尋找 生命的意義 說到生命的意義 我 進不住 想到 去年 九合一大選 連勝文 跟柯文哲的競選 代表 國民黨出來選 台北市長是 連勝文 代表 柯文哲 連勝文 號稱 大連艦隊 無窮的財力 還有很多人力 在幫助 那時候開始的是 民調和監管 那時候 他就用他的優勢 用錢 在做一個公格 公格是 在說 人生的意義 他說 如果我有錢 我要 一直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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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網路上 這幾六個字都在團 一直玩 一直玩 這科研則 他沒有錢 騎一隻腳下車 四處去演講 演講 那是不用錢的 他就 經常說 生死的智慧 人生的榮華富貴 就像一坨大便一樣 他就不是在追逐的 他根本就看不見 他就說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只要你在這個社會 社會因為由我而變得更好 這就是人生的目的 他就自己發明一個 A的N次方理論 他說A值是什麼 這個A值就是說 我對社會的付出 除以我用到社會的資源 如果這個A值大一的時候 N次方就是越變越大 到最後就是無窮大 意思就是說 我就只有利他的事情 這個社會就會進步 他就說 我們也不用這樣 有什麼大致說 我將來要做死亡者 還是做Mother Teresa 做黃花鋼烈士 我們只要先存善念 只想要做利他的事情 這個社會就會進步 這是我們人生的意義就是在這裡 所以這兩個人生的意義 大家一看就知道 這是很強烈的對照 所以有這個大王 政治就是有一點改變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還要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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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了解這個 我們怎麼去 我們到時候 時間到了 我們要走的時候 才不會說 因為 當中不知道的時候 會回來就會走 我們還要知道 這是什麼情況 我們才不會經方思錯 要死的是 每個人想法不太想 希望這門千萬年 大家都可以選擇自己的死亡 我們不好 有幾個不要 要死的是 不要孤獨的死亡 希望不要有痛苦 希望不要有心結 就是跟人結婚的時候 有一個心結不透氣 有一個死不瞑目 所以要跟人交心 說好清楚 讓他去死比較好 最後我們不能死在病 或是死在教護病房 教授可以安排 是希望有尊嚴 在家人和家人出來的人 可以做會 大家都 死人跟外人 大家心裡都安心 生死兩相安 兩人都沒遺憾 我們才是完畢的死亡 我講到這裡為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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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困難的問題 黃醫師可以分析到每個家人 很多問題 他對這本書裡面 他要討論最少跟我們說 現在休息之後 稍後 我們有幾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你看 開到處 然後開到處 然後開到處